大家好我是夜文 今天要來給各位介紹的是 這套時代援救的 石頭人 加上這個飛龍寶寶 那我們繼續打吧 上升前期 我們先立一個聖誕收集器 這邊呢 他吃一個大皮卡 好 這大皮 又要大皮卡呢 欸 啊怎麼會這樣呢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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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啊 啊 等他的 欸 聖誕收集器 踩到水 就馬上 下一次飛桶來 就用滾木 把他滾掉 好 呵呵呵 好那我們現在這邊直接 來一個石頭人 不管他的皮卡 反正 冰來醬 水來 土焰 啊 是不是 欸 欸 是不是 沒有那麼降掛 啊 那也沒感覺 欸 哥布林 他就掰了 那 這 這套 是 現在這邊 其實完全用不到大電 簡直從 上次大電削弱之後 就用不到了 建議可以改 一個法術 不然這是可以空幹 所以我不用可以幹 OK 這邊又列了兩個聖誕收遊戲 好值錢啊 聖誕收遊戲 這邊 哇 他又要來 欸 這邊 看來是丟了一個 想要 炸氣的頭 這邊是用石頭人來打 然後現在有三個聖誕收遊戲器了 立聖誕收遊戲器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還有消閃 這邊 我們又拿 一個滾木 我們是直接 把他 打爆 BANG 給他一個 呃 大笑 然後 再繼續打 看能不能上 升升7啊 這邊 這邊 怎麼叫一個大神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出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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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擋住 住了嗎 呃 不過這是三塔流 算是沒關係的 掉了一塔 事實上對方只要有食物 整個局勢就直接挽回 等你的超級 等你的超級 電掉 這樣也是沒有虧 現在有足夠不用放送 哦 好 那這套 那這套 應該是非常的有任性 好想要把我們閃電法吃東西 這邊 這邊呢 這邊來大神 啦 最適合 好 這邊是來個木 不能讓他那麼輕易耶 喔!倒是要跟你換塔 不過這邊是因為他有預告 弄掉了 還要在這兒 在這兒 就好 好 這邊我們 再打一桶上 372 最後面更安慮 這邊 啊 現在花了非常多費用來防守 這邊被滾掉 好 再來再更一個安靜女巫 好,這邊大閃終於有用了 這邊再用哥布林 這個塔就被人拿掉了 這邊再跟個神經法師 看那邊是三星 這是三星 好,總結下來呢 這套 的玩法就是 先做一個防守 利採集器 累積聖水的優勢 然後呢 累積到他 比你差3到4費上 就可以下哥倫石人 下哥倫石人的時候 因為有採集器又一直賺費 然後呢 他就 他就死掉了 你後面再跟 只要跟三隻 有跟好跟滿 對方一定 然後 如果對方像 剛剛 地獄塔跟 獵人擺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一個大閃 他就死掉了 他如果只有獵人和塔 也是直接弄 因為獵人其實近距離的傷害非常的高 那 初期防守的時候呢 有一些小傷害 小傷害是可以直接 忽略掉 比如說三隻頭毛手 過來啊 就直接不防守 如果你還要交這個 你就等於 就是 反正你就 這樣他過來的話 就賺了兩費 那剩第一藥物 前期的第一藥物也是 保護聖水收集器 那 這就是今天的卡牌解說 我是葉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好 掌握最新的影片 掰 下部影片再見囉